本師劇團帶來經典金劇 問喬鬧斧打棍出香 由金劇大師朱露豪 從恩師周振榮先生習的拿手好戲 保留早期金劇 唱作並重的表演形式 以當代劇場的敘事與節奏重新演繹 台北木偶劇團的北館布袋戲秦琼島同期 以北館國寶藝師邱火榮父親留下的手抄本改編 在劍套與政法的安排調度下 呈現布袋戲的舞戲及北館身腔之美 大人心腔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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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榮天在場哨張 這是金光盤 這是代表他身上裡面的內功 然後發出的一些現象這樣 以前是六十元 如果你超過這個戲的時候 以前他會去跟武館 我們國術館 國術館去學校的學校 所以布萊西的演示 他還要去那個國術館 跟老師傅學他的武功這樣 所以這個 因為他又代唱 所以他不僅要會舞戲 然後在戲偶上要用力 然後他自己也要唱 所以就是領導代唱的一個聲段的戲 北館布萊西其實算布萊西的一個演員來講 他是佔一個很大的位置 所以北館布萊西已經在台灣的布萊西的歷史上面 可能差不多五六十年了 所以他是上層南館布萊西 然後中間又有加一點金具的東西 所以北館布萊西其實他包含的很多 那所以很多 因為布萊西他原本是在廟口嘛 那他需要熱鬧嘛 那所以而且很多廟的 等於父子團體也都是子弟 那也都是大部分都是以北館居多嘛 那所以布萊西團到那邊到廟裡 他又要熱鬧 那當然就使用北館的音樂 那在北館的巨馬裡面 他又有非常多的武器的動作啊 或者是跳床啊 雜耍這些 然後布萊西都可以把它拿過來用 然後更容易去顯示出 人沒辦法做的一些身段 問喬鬧夫打文出香呢 我們的第一代老師呢 是周振榮老師 那傳下來到我這一代是第二代 那到現在這個他們學生呢 我是第三代 所以我想這個戲真的是符合了我們傳譯中心的一個 看家戲的一個開枝散葉 希望這個 這個戲這麼冷門的一個傳統戲呢 能夠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我想呢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做的這個傳承的工作在這裡 如果是以傳統戲來說呢 它節奏比較慢一些 或許故事有點老套 但是呢 經過了在台灣這麼多年下來 從老師到我又到他們 符合了當代的一個看戲的節奏 故事的節奏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它就是一個人物的塑造 以前的傳統戲呢 它只看記憶好不好 它並不是看你 看你的這個這個故事 有沒有很符合人性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 要符合當代呢 就是必須要人性很重要 然後呢 節奏很重要 2023看家戲在線 讚 2023看家戲在線 系列劇展 匯集布袋戲 金劇和歌仔戲等劇種 帶來七出經典好戲 除了本市劇團 問潮鬧府打棍初香 以及台北木偶劇團 北館布袋戲 秦琼島同期 還有明華元戲劇團的清禪 李靜芳歌仔戲團 六郎告玉壯 新傳歌仔戲劇團 陳世梅反間 一新戲劇團 孫病都旁捐 石惠軍戲曲劇方 楊宗寶與牧桂英 以重塑經典為核心 透過資深藝師的口述或親授 淬煉出屬於當代的經典之作 很開心的是每一年就會有一個看家戲在線的一個計劃 它是開支善業計劃裡面的一個子計劃 那傳統戲曲很特別 它曾經是那個時代的流行 它那個時代的精華它才會一直流傳下來 經過時間經過時間淬煉 它成為經典的傳統 所以呢 當現在大家還能夠看到的戲曲 看到的一些劇目 其實都是在當時非常經典又流行的劇目 那這次的開支善業計劃裡面的看家戲呢 在線呢 也就是想把這些經典 尤其是 除了筷制人口的經典的劇目之外 還有一些兵臨可能呢 比較少演的 我們都希望透過看家戲的這個計劃 讓資深的藝師能夠不斷地傳承下去 把這些經典的劇目呢 透過當代重新去詮釋 賦予呢 經典更多的當代的生命 然後共同來再現看家戲的經典 這次呢 所有的團隊 從20個報名的團隊之中 我們精挑戲選出7個團隊 來一起呢 為所有台灣的觀眾朋友們呢 帶來看家戲 2023看家戲在線系列劇展 將於今年3月及6月7月 在台灣戲曲中心登場 不要請觀眾朋友 一起來欣賞歲月淬煉初的經典好戲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